我今日所说的是回应一个传道人 他在侍奉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其实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大家 帮助我们更加对神有信心 以及走在神的路上 他说到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胜过小信和不信 而特别是说到对于圣灵充满 与神的关系 这件事我想说一下 希望大家时时的心都是对神的观念改变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神很远 摸不到神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 其中一件事我们看到的 一个现象 当然这个现象有好和有正面和有负面一面 有时候有些聚会有因膏聚会 在那个牧师的前面 谁想要因膏 他跑上去 这个是好的 他跑上去 不过又显示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不行 我不是说不要跑上去 而是他自己觉得好像不行 他不能去到这个位置 其实跑上去是好的 而跑上去的时候 如果心就说 神是很想祝福我们的 神随时想祝福我们的 不过神也用人的 人可以有神的恩膏在身上 我可以得到这个人的帮助 不过同时都说 心信神很想充满我们 这个观念 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 圣灵是戀爱我们 以主的质道 在亚国书里说到 他喜欢我们 喜欢到会质道 如果我们爱世界 爱其他东西的时候 神会质道 神是很喜欢 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圣经说到 好像妇人不能忘记 她吃奶英鞋 不能不连述她所生的儿子 但就算有天父 都不会忘记我们 神经常挂着我们 就是说到他那种 跟我们心的关系 还有他会是 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 而欢呼 在西方向书3章17节 开心到不得了的 即是说他的心 是很喜欢我们 这个是同神关系 和四年充满的很重要的锁示 但为何那么多人 那么难相信呢 因为在世界上 的人际关系 就不是这样的 譬如呢 有时怕 啊 爸爸妈妈 到底是疼我 又疼我弟弟多些呢 疼我弟弟多些呢 就是总是会 怕自己是 不被疼那个 不被看重那个 因为人是会有偏心的 在家里是这样的 上学也是这样的 老师是不是会看重他呢 同学之间都会这样的 没有人陪我玩啊 没有人喜欢我啊 那么我们就 这种孤单感 被遗弃感 是从小时候开始的 亦都是对人没有信心 因为人是不可靠的 虽然父母是可以说 世上最好的 对我们是最好的 是神将这种爱放在他们里面 但是依然父母有时 会有些是做不到 或者他做的时候 有时都会有些偏心 因为他们都不是完美的 都是有罪的 所以 在我们的心中 就有一种 由小时候开始的 这种的潜意识 这个潜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 孤单 没有人看重我 我不宝贵 我不重要 我没有朋友 那些朋友都不看重我 我没有什么用的 这种的感觉 很多人来说 都是有多少 还有 也会觉得 我都不会去到什么 不会怎么发挥 不会怎么提升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观念 信耶稣的时候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之次给我们 神很爱我们 还有 诗经91篇说到 如果有人专心 因为他专心爱望 我就要去答够他 我要听他的讨告 我要使他尊贵 我要将他放在高处 这些人说了 不过 好像跟日常生活 是很大距离 日常生活 就算在教会也是 到底人是否关心我们 有时很多人都会说 没有什么人关心 其实我们不应该看人 有没有关心我们 我们会关心人 但是人是很想人家会关心的 就是人都很想有朋友 关心他 记得他 譬如有些人都会跟我说 唉 我病了这么久 我回教堂 都没有人记得我 又没有人找我 于是心就很伤心 那我 由信主 神就给了我这个动力 去关心人 我回到教堂 我初信过 我就开始问 那些人是否真的得救 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 我就问他们 他发觉他们很多人都不是 但不是很多人像我 初信就已经开始去想想 我可以怎样帮那些人 某时候我们这种 潜意识的被拒绝 孤单感 不被认同 别人都不会把好东西给我 我都不会去得很高 我不会去到 我不会有什么重要性 这些意念就影响我们的信心 虽然圣经说了 圣经说了 圣经说了 神是很喜悦我们 神是等我们 神是爱我们 神是将恩典给我们 神是戀爱我们 神是戀爱我们 虽然圣经说了 但是很多人 是不能够将这些东西套在一起 将它放在一起 我自己都发觉 其实我一信耶稣 我是很信这个神是真的 因为我研究过一些证据 我知道神是真 我一信 我的信心是单信的 有神我就好一好 因为觉得没有神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意义 人生只有几十年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人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但当我知道有神 我就觉得很不同 以后有永生有个神 我就好 我就已经很信靠耶稣 我曾经说过 因为我小时候 我爸爸教我们练拳 打沙包 小时候就打沙包 掌上压 sit up 我乘搭升降機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自己打 自己打 打空气 即是练习 练习 我就一直说 不知道神会不会笑 我会想到神是很真 但依然我都会说 在那时候跟神的关系 我去到一个层次 但依然信心不是很强 但当我经历圣言之后 信心是加强很多 因为我亲身经历它 并且经历到神的爱涌下来 并且为人祈祷看着他的改变 我记得那时候 第一个人 他请我为他管邪灵 那时候我从未做过 我祈祷的时候 他说 有些事情从手指和脚趾走出去 我第一次听到后来 我都听过不同 有人说的 他经历到能力 一起在场 我祈祷都经历到能力 我会觉得神那么真 我会对神的信心很不同 就会加强 而且我会更加相信 神是很想欲我们的 因为圣经里讲的经文 我看到哪一句 我就会很认真 比如说 诗篇139篇 16节开始说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到的日子 你已写在你的拆上 已经写在这里 神是你的意念 向我何能保贵其数 何能更多 就是 已经写在拆上 而写在什么呢 是一些好意念 那我就将圣经那些 观念 应用在我自己身上 比如说 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我真的深信 随时经历到神的爱 只是神的爱 经常跟我一起 神的喜乐 一想耶稣 我自己一路 解释这件事 因为当我经历喜乐之后 我就很想保持 因为我见到有些人经历喜乐 所以当那一天 我在聚会里经历到神的喜乐 我就回家 我要保持 在巴士上也要保持 一路想着耶稣 其实我恒常 都是这种 和神的关系 因为我知道神很差 那我回去 一路 你都要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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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大声 就是很小声 那我回家 就更加投入 那我第二天 第二天又是一样 每天都一样 那我就保持到神的喜乐 随时随地 就算我半天三间 就算我弯低身 拆地 多不舒服的状态 我一想耶稣 就立刻起乐 哈哈哈哈 如果我放松 不停涌出来 一路涌出来 而且整个人 立刻感受到神的能力 我就很看到神是很真 那有些人说 我知你经历那么强 那我们又不是嘛 那信心就弱点了 但有时候 你不一定自己本身经历 你见到别人有经历 有那么多人经历 那就是神是真 那我希望大家就信了 神是最好 和祂是很容易找到祂的 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你很喜欢某个异性 当你年轻的时候 未结婚的时候 你很喜欢一个异性 你喜欢到祂不得了 而一天你发觉 你看着的时候 他又在偷偷看着你 哇 那你会说 哇 他又在偷偷看着我 然后你发觉 后来知道 原来祂是喜欢你的时候 那你当然很喜欢 很开心 并且你会有信心 你一走一走 他又走过来 你一和他聊天 他就不断了 他一直和你聊天 这样的时候 就会对这个人 有信心 但如果不是 譬如有个人他追 我听过有个人 他追到他太太 我亲自认识这个人 他太太是说的 因为他太太起初 不太看起他 但他日日送花 日日日送 一些花去他的办公室 日日送 送了一年两年 最后他说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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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他一起出去 那个戀愛开始 那 譬如想像这个男性 日日送花 但没有回应 日日送了这么久 然后 在过程中 他会不肯定 很多人和神关系 就是这样 不肯定 我祈祷神不会听呢 我这么微小 神不会看起我呢 我侍奉 神有没有看重呢 这个就是很多人 因为在世界上 不被看重 所以将这些观念 全部搬到神 但是神是和人完全不同的 他的爱是超越任何人 他的能力超越任何人 他的性结也都超越任何人 所以他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罪 神的美丽也超越任何人 就是他一切的美好 都是超越所有的 当你明白这件事 心里面相信 很多人知道就知道 不过 永远不能放在心里面 那我们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每天说服自己 其实信心我形容 就不怕 我要好信 我真的要信 我真的要信耶稣 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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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要信了 这样你就很辛苦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怎么 我信得过神 神做事我放心 神是这么好 看着那些人经历圣灵 譬如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在这里 按手就立即经历 我们几个人都看着 立即经历到神的能力 和一些的释放 神就很奇妙 接着有另一个姐妹 又立即释放 立即又松了 看到神一次再一次 有些人就说 你祈祷是这样 或者有些人是这样 我不是呢 但这个不重要的 总之他是这样 始终我们都去到这个位 这个也是 跟神关系需要信心 也都是由信心开始 其实信心开始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用一个形容词 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人祈祷的时间 绝对比我更长 为什么呢 有些人真的由早到晚 又很早起床 又祈祷 是好的 是好的 这是非常好的 但有些人祈祷很久很久都好 他可能 他的信心依然是不强的 为什么 有些人 我不是说那么长的人 信心不强 而是有些人 他祈祷很多 都是神啊 哎呀神啊你何时復兴啊 神啊你何时做事啊 神啊你何时改变这个地 很多人 很多事人都是这样 但我就不是 我心里面相信 神做事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这两句话 希望大家记得一起说 神应许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如果你认识 有些人很可靠 你会不会很放心他做事啊 是的 有些人真的很可靠 有些人是不可靠的 你约了他就忘记了 但是神是一定做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不能放心 放心就是信心 即既然我们看到圣经应许 耶稣 只会肯定是老我 圣经说我们可以得罪圣灵的能力 可以真是为人拳了 以以害犯鬼 真是神会造光 我们真的看出真 那我们就信了 既然神是这样 我们就信了 其实我常常都想告诉别人 走上神的路一定是蒙福的 真的 我们一生人很多事情不肯定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前路 我们的健康 我们将来的 生命发挥到什么程度 我们个人都不肯定 但有一样很肯定 只要你全心说 耶稣我需要你 我预议跟你 我听你话 神就一定欢喜 所以耶稣说 你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给他赏钱 一杯凉水 他都一定赏钱的话 就是说你一有心 心是正的 不是贬的 我示范给人看 你看我示范多漂亮 这样的时候 神就不宽理 譬如我祈祷 神已经老早和我处理 不要想人家怎么看 我祈祷见到我经历 我有好感谢神 多谢耶稣 心里面 已经习惯不去想 多谢神 现在给了我很强的恩公 已经习惯不去想 不要注目在自己身上 有什么重要的 不是我厉害 是神厉害 我注目不是我自己祈祷的 我是神做人 真是厉害了 那时候注目在神 神是很欢喜的 你只要你的心是正的时候 心是愿意给神 神是很多一年愿意不絕的 来到 我自己其中有些人又说 牧师 你讲你的经历 我没有呢 但我觉得你肯听话就会有 就像我去临飞 有第六和第七个人 是法门见到我 是从来没认识我的 有第七个人就是 祈祷见到我 这个都是一种印静 就是神欢喜的 当我们有心服侍他 神一定欢喜 所以你的心只要说 神是我愿意行你的路 我愿意将生命摆上 我愿意信靠你 我愿意亲近你 遵从你 圣经又讲到两个人 耶稣称赞他有信心 一个就是白夫掌 白夫掌说求耶稣 依接他的牧人 然后耶稣说 好吧我去吧 那那个白夫掌 不用你不用去 我不敢努烦你 你只要说一句就行了 因为有人在我拳下 我只要吩咐他来 他就来 我吩咐他去就去 意思就是你吩咐一声 我的牧人就会好 那么耶稣就说 我在以色列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说 他就是相信神做事 神说了做一定做得到 他因为神有权并 他吩咐来就来 他吩咐那样发生就那样发生 就是他就是相信神 他有这个权并 而且神很乐意帮人 神是很怜悯我们的 另外就是有个加南的妇人 这个加南的妇人 其实耶稣是一早知道她有信心的 我觉得耶稣是去试验她 因为当我去到这个 撒马尼亚城 见到这个撒马尼亚的妇人的时候 她没有说同样的说话 她没有说到 我被警察去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 她跟这个加南的妇人讲 她说我是被警察去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 另有他说一句 这句说话就让我们知道一样 就是耶稣说到最透切 我们不配 他说不要将那些儿女的饼给狗吃 有些人说 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踩下那个女人 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个个都不配吃这个饼 个个都不配 但是耶稣知道他会有信心 接着他就说 是啊对啊 不过那些狗都吃主人 却子掉下来的饼碎 那这个就是信心 就是神里那里 有那么多好处下来就够了 那里跌下来就够了 耶稣就称赞他的信心很大 就是他那种信靠神的恩怜的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其实知道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信心 一个信心的起步就是说 我知道神在我心里有平衡计划 神会祝福我 总之我走神的路 神的恩怜是无穷无尽的 至于说到圣联冲会 圣联冲会其实就是跟神密接关系 根本很想给我们 只要你的心愿意放松 那我试过 其中一个 曾经我以前在一个教会 有不同的教会 我都曾经有多长时间去 带领他们有圣联冲会 其中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又 迟些十月都会请过去的 那我们 他不过只是容许一些人去 我会请我们中间有些服事业去的 其中有一个女色 两个姐妹 她又跟我说 她说我见到人家 喜乐很羡慕 她说 怎样可以得到呢 我说 你尽量放松 相信神的爱 全心爱他 又相信他在爱你 不过我说 有些东西可以帮你的 你试试动一下 轻松一点 你女儿是耶稣爱我 有些人就说 好像傻子 但是他意思就是 松了 好像小朋友 耶稣 你爱我 谢谢耶稣 他真的是这样 他肯 他整班人都肯 然后他开始喜乐 然后他真的喜乐 不过 好奇 好奇的一件事 他接受不了自己一天前笑 他又不再回来 其实他回来很久 但是他接受不了自己要这样笑 其实他又羡慕 当他笑的时候 他又不是这样珍惜 结果他又没有再回来 我其实见到他很可惜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就因为某些原因 卡住神 要么对神信心不大 因为觉得神会看起他 觉得自己太微小 觉得自己不可以得到 其实这些全部都不需要 圣经都说了 我们过来都没有宝贵 你跟隔壁说 你是极度极度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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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非常宝贵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 当我们相信这件事 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 我们就会说 真的我是很宝贵 不过很多人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他的生命 始终去不了神的位置 没有信心是什么呢 担心 因为他不信神 第二个就是担心 我不行的 我做得不够好的 我各样的问题 就是这些 就会卡住我们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回答他的问题 就是关于信心 就是说 事事 就是照圣经所说 圣经说了 他在想念我们 你就在那里 如何如何将他 visualize 即是 将他图像化 即是想到神 就在挂着你 你有没有看过电影 看到女孩坐在窗前 或者看枯石 假设这样 一边想着他喜欢的男孩 一边在窗口看 譬如那首诗很简单 这首诗很有感情 昨年今日此门中 人年桃花生影哄 人年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其实这首诗很特别 他没有用怀念的字 他只是说 昨年今日此门中 人年桃花相影哄 也没有形容这个人 不过桃花又红 他的面又红 然后 人面不知何处去 不知去哪里 今年来路 即是他去年来 今年再来 但他只是说 桃花依旧笑春风 他用桃花在那里笑 他形容他 用这个字 在那里笑很开心的 那桃花在那里 不过 人年不知何处去 他表达出这种怀念的感情 其实中国人的特色就是 中国人是很有感情的 在很多民族我接触的 中国人的感情是很强的 那我们就更加明白了 神就是这样想念我们 正经所说的怀念 神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站在那里 神在怀念我 在想我 在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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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都会这样 告诉自己 神现在在爱我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相信 有些人说 你一伤情愿而已 但圣经说了 圣经说了 那你可不可以照圣经所说去信 并且根据我们的经历 都是支持这种东西 因为当你祈祷 如果你的灵是开通 你不用等 圣经真的会来 一想耶稣 那些喜乐就是涌流 那我都问了自己 很多次 我自己笑一定是圣灵的喜乐 我真的不要想 喜乐就是想耶稣 那喜乐又来了 那我就知道 神就是喜乐的神 例如我第五次 那个人发梦 看到我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 看到神的喜乐和爱 我在网上你都看到 你找南非叶牧斯 就会看到那两个影片 一个就是有两个人很感动 在其他时经历爱的恩公 另外就是有那个人 就是他在发梦的时候 他就被人追很害怕 然后他就 就是他在梦中很害怕 然后他就见到家屋 看到里面有个中国的小朋友 其实他在那里 南非不是那么多中国人 但他又看到中国小朋友 然后进去看到那些中国人在祈祷 然后我就出现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想为你祈祷 他说好 然后我一碰他 他已经喜乐和爱充满 他就在这个爱和喜乐的状态醒了 醒了还在笑 还在充满爱 他就觉得很好 我想说 神就是这么开心 这么充满爱 然后他就说三个证明是我 第一就是他的样子 第二就是他祈祷的经历 我看到他又是他 又是他 又是喜乐和爱 第三就是 我说的讯息 都是说到喜乐和爱 那就是说 神就真的充满喜乐和爱 和很想祝福人 其实这个梦 第一鼓励我 其实应该是第一 鼓励了他先 他在他的痛苦 担心的时候 害怕的时候 神就立刻医治他 那我们看到这些情况 我们就说 神啊你真是一位很真的神 很爱我们的神 很疼我们的神 很疼我们的神 整天挂着我们的神 这个信心呢 就是我们 圣灵充满的琐事 但是很多人日头就怎样了 唉 我可以做了 哎呀好烦啊 哎呀那些人很坏啊 哎呀好难啊 就是这些东西充满我的心 在我来说 神呢 神做我是五毛型的 不过我是这样的神 不只是五毛型 因为五毛型是思想型 哲学型 还有呢 是研究 还有呢 是 喜欢搜集资料 那呢 四毛型呢 就是感性型 我有感性型 如果我不是有感性型呢 我就不会有那么多感触 那么容易感动 那我感谢神 让我五毛型去研究 去分析 当我看到 其中一个神给我的教导 是什么呢 我们经历圣灵的灵魂 我们的心灵 经历 我们要将这个经历入脑 为什么入脑呢 我们经历到神在爱我 是神在祝福我 是神在提升我 将这个经历放入我们的记忆里面 我真的放入记忆里面 神在爱我 祝福我 并且想兴起每一个人 所以我的侍奉就是 我想兴起更多人 活在神的爱 被神的爱激励 享受神 有神的同在 祝福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时时活在这种状况里面 整天都在这种状况 神在爱我 这一点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困难去相信呢 在日常生活 有没有困难去相信呢 不记得 不记得 不记得是要提自己的 我都要提过 有时候我都会忘记得的 我都要提自己的 有时候都会忘记了 我跟着说下面那些 就可以和这个有关的 譬如 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人很多时候信不住 难阻止呢 就是因为被人阻止 那些人伤害 那些人说话不好 激青 这些的说话 或者人的伤害 就很多事就留在人的里面 就会影响我们 就对神没有信心了 神要爱我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对我呢 为什么神要爱我 为什么会不救我出来呢 人就会看着这些东西 那我感谢神 我就是五号型 五号型 就会分析 那是那个人的问题 都不关神的事 他就不听神话 所以他就这样 所以他会这样受伤害 他就会伤害人 那我为什么会受影响呢 我就是这样分析 那这个分析之后 那我就把它 turn off 其实这么简单 就是说 Turn off 的过程 其实都是需要一个时间 一个过程 的 怎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说 首先思想上 思想上 就是说 这个人我不用受影响 神就给我的意念 就是说 其实他都是被人伤害过很多 其实有些人曾经伤害我 我后来知道 原来他从小时候被人伤害很多 那我就看出他们了 其实他都受了很多伤害的 所以我明白他 我看出他 我就能够揚恕他 我就不介意了 就是我已经知道他是有这些问题 我就不介意 我就放手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神这么好 而在我 因为这个五号刑 也是一个忍事刑 就是忍事 很多都是属于五号刑 就是他会 避开一个世界 那就是神了 让我冲破这个东西 我是很关心人的 五号刑很多时候 是思想 入自己的世界 在自己的房子里想起 那我 就是我会分析 其实人的不好 我不需要介意 但是我又会关心 需要的人 就是人的不好 我都不会放在心上 我也知道他不好 就是我已经看到他们的不好 某程度 我家里小时候的伤害 是造成我能够turnoff 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能够关 解释了他们呢 因为我看到他们 真的很多怒气 自私 赌钱 贪心 都是很多不好的东西 我小小我都看到 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人不好 但我又不是奋世执族 我又是想我可以如何去祝福人 就算我未信耶稣 我也是和人关系好的 但我对人 我知道人不能放盼望在他身上 这也是男性的性格 男性通常可以放手多些 如果你是女性的 可能觉得难些 那些人比我安全感 我就能跟他关系更好 某程度总有一些互助 互相倚靠 那种倚靠不是倚靠神的倚靠 例如你回家 你家人期望他会煮饭 你期望他会做他的事 这也是某程度的倚靠 但有些人他真的没有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他经常是骂人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学 turn off 其中 turn off 亦是一个如何不受伤害 其实我里面 因为以前发生的事 我家里骂的 打 我就发慌慌 甚至最严重的打穿墙 那些墙不太厚的 是薄薄的 不过因为发梦起了墙 就发觉自己站在墙里面 我很害怕 立即打穿墙 一打打就打穿墙 我可以去到这么害怕 受伤害 但是 我就说神这么爱我 我就将这东西入心 其实我经历圣灵之后 那种医治才是更加透切的 因为我起初的时候 尤其做了牧师 其实有很多压力 我在所谓平信徒师奉的时候 没有那么大压力 其实没有压力 因为那些人每个人都很喜欢 在我未做牧师之前 在教会那些师奉 那些人每个人都很喜欢 我又很有活力 做一些话剧的人都很喜欢 就是编排一些话剧 一些活动的人都很喜欢 但做了牧师的要求就高了 压力就大了 但起初的时候我都处理不了 我都呼求神 我记得那时候我一直洗澡 耶稣 开恩可怜 耶稣帮助我 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耶稣 我需要你 那时候我未成年充满 就一直呼求耶稣 但后来我经历圣灵 我就知道 可以一个灵一开通就释放 而我很多时候会想起这些以往的事 我想起的时候 我亦都用圣经的方法 圣经讲到 以善性恶 不要被人影响 有些人帮助我 我必不拒怕 尤林版我怎样呢 诗篇178 刑第六节 尤林版我怎样呢 我就不介意了 不介意的时候 我心里想到这些人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 其实他都很受伤害 其实他都是很不开心的 我有时洗管 走路 又想起一个人 我又想起他 我又想起他 其实都是很伤心的 都是很大压力的 我心就怜悯他 他就嫌恕他 他心呢 以往那些伤害 我就觉得不重要 我又想起 我自己曾经对他们 有不好的地方 我又很铁耳 我就说 以后我都不想这样对人 就是这个呢 就是在日常生活 有时想起我的人民 我就立刻处理 就是处理之后 都是连述他 祝福他 那心里面呢 每天又起床 我一起床 我当然是赞免神的 神在爱我 哈利多耶 感谢耶稣 就是这个 经常宣布神的爱 我又爱神 因为我会 我不是想他的样子 我又想到神 现在在爱我 神又很欢喜 我看到我这么单纯 看到我有信心 信靠他 神又很欢喜 那我就说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那神又给了我很多 教导的意念 我又很感谢耶稣 所以我的心里面 这些慢慢 就是那些 那些恶梦 就离开我 我小时候 有很多鬼梦 因为呢 那时候 父母回夜宫 留下我们 在这里 旁边的那些呼声 常常播夜半旗谈 我犯梦 整天有些鬼追 但是呢 这些恶梦 这些伤害 慢慢离开我 这是需要时间 是一定在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第二次 另一方面 我们是误性的处理 误性就是turn off 就是关掉它 这些是不用介意的 那一步一步 我心就越来越松 就是越来越 平安、兴省 Hallelujah 那我祈祷的时候 我都追求越松 如何松呢 Hallelujah 那时候我唱歌 那时候呢 老师也教我们 一手握住口 唱歌的时候 Hallelujah 唱歌的时候呢 是松的 声音是松的 不是 Hah Hah 我又想到 祈祷的时候 Hallelujah 就是完全松实 整个人都 整个人都 所以有一件事 最近处理就是心急 因为我太多东西要舍 整个人都舍 我想快点 做完那些东西 洗碗 我发现我一做这些东西 我心就急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我的观念 这些东西 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想快点 我一想快点 洗一下的时候 心就急了 那我就说 这次真的没有那么急 那我就处理了 现在享受神 不是一定做事的 我要享受神 享受生命 那这个 那里面那些负面的感觉 是难一些的 我试过被人的伤害 这些是近年的了 是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立刻处理了 不要紧 不要介意 不用放在心上 但我发现我半夜醒 我心依然忍住 不舒服的 那 继续处理 耶稣爱我 他所做的 其实 他不会搞到我的 我不用介意 那我就一直宣告 那我到第二晚就没有了 但是 心依然有些不舒服 但是一步一步就越来越松 总之日日向着方向去 日日向着方向去 就放手放手 这样的时候 就逐渐 这些负面的伤害 我小时候都有伤害 我曾经去上课 做释放医治 那我们就分了一组 几个人 那谁愿意被服侍 那谁愿意被服侍 那你就问神 有什么经历需要服侍 需要释放 那我就想起一个经历 那我的经历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 那我就早上吃饭 那我们早上吃饭 那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 那饭壳断了 那我就很害怕 死了要骂了 那我上学了 放学回来 我不敢上家了 我站在楼梯 站了很久 今次回来又要骂了 很害怕 站了很久 然后上去 又没有人问 又没有人出声 就是说自然烂了 没有什么理想 但是这件事呢 回回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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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回回的记忆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第一样相信 就是我们未认识神 神认不认识我们 圣经说到 未创世以前 神已经简讯过我们 所以那时候神已经认识我 那当时神还没有到呢 神是无所不再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未信耶稣 和受伤害 其实耶稣都站在身边 耶稣都很想 有一天可以快些释放我们 耶稣也在那时候 他可能有些方法 引导我 如何放手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看到 人有自然的能力 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当时来说呢 我就体会到 神都是跟我说 你很宝贵的 你很重要 将来你出风很多人的 不要紧 你受到的伤害 不要紧 我爱你的 我关心你的 你会被医治的 那我就自己 又自己和自己说 神现在在爱我 不重要的 这些伤害不重要的 这些害怕不重要的 那就将这些放手 那大家都可以想起 你以往 有时你祈祷文神 不行 神会叫你想起 第一 你可以宣告 神会对你说什么 或者你自己现在 你明白圣经 你就用这些说话 向自己安慰自己 让你自己能够释放出来 这是需要时间 一步一步去处理的 然后这些伤害 又是圣经和理性上的凝累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思想的人 我跟很多人聊天 他们都说 很难搞 不行 做不到 不行了 你不要找我 我帝哥 很多这些负面思想 因为世人都是很习惯 说话很负面的 但我们看圣经 神是很正面的 還有這個世界充滿律法主義 律法主義是多數負面的來源 律法主義是甚麼? 小時候都大 你頑皮,你不聽話 爸爸媽媽不疼你,不要你 我想很多人都會聽過這些說話 從小時候你要夠好 你不夠好就沒有人喜歡你 就要打你,罰你 於是就要做好 上學,成績不夠好 老師說,給同學笑 同年人緣不好,也會被人拒絕 即是說,從小到大 要做得夠好才會有人喜歡 沒有人喜歡這個人是沒有用的 沒有人喜歡這個人是沒有前路的 這種觀念在很多人的心中 要做得夠好要厲害 不夠厲害是沒有用的 這種觀念在很多人的心中是很強的 所以人數本來靠恩典 最初很喜歡的 耶穌釋放我,救我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我現在被愛了 但是因為很多基督徒 甚至教目 都是因為在律法中長大 所以他看聖經的時候 他不是經常看到那些恩典 其實很多恩典的說話 可能大家會發覺 很少教目是說愛很多的 很多經文 常時我們與基督徒愛隔絕 你想想聽過多少次 聽到耶穌怎樣跟那些人 講連續的說話 你聽過多少次 即是有多少人講道的時候 會講到大山可以落開 小山可以遷移 但神的愛永不離開我們 即是有多少講到神的愛 實際上不是那麼多 但講到要做什麼就很多了 沒有聽話就聽到很多了 很多時候基督徒說 我不夠好 信到耶穌就有恩典 一信到耶穌之後 你有沒有祈禱 有時候人們會探訪 或者打一口氣 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回教會 為什麼上禮拜不見你 你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我做什麼 即是全部都是你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這就是很多的要求 我來說 我不喜歡用這種方法 其實我告訴別人 神很愛你 很關心你 很祝福你 很想提升你 你可以大大祝福 你可以被提升 你可以被提升 你的生命很寶貴 當人們深信這件事 譬如祈禱 我鼓勵人 為什麼鼓勵人 鼓勵人 耶穌很多恩典 在天上那裡準備 談到下來的 當你一呼求 你一親近神 你真心 神啊我真的想 信靠你 依靠你親近你 做你所要做的事 神那些恩典 就談到下來的 神是很多恩典 準備給我們的 所以一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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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聖經 很多人說 你有沒有看聖經 你用多少時間看聖經 你懂聖經多少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說 你念了多少金句 你懂多少聖經 但我就說 用另一方法 鼓勵人 因典 就是聖經 有很多應許 有很多好東西 當你觸實 其實是一句 任何一句話 譬如這句話 你聽我說了很多次 先求神的國同余義 這一切 這句話有很多應許 因為 神掌管一切 什麼都掌管 只要你走祂的路 先求祂國同余義 這些東西就給你的 祂有這個權兵 祂掌管 祂看到誰有跟從祂 跟從祂,祂就給我們 那你說都是有律法 是有律法 我們親近祂,遵從祂 但是是有恩典在先 即是說 不是你的勞苦得到這些東西 而是神已經給你 想定給你 當你一信靠就是你的 我用一個比喻 譬如 你去山河海 我先用一個例子 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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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是人的勞苦 其實也有一時有恩典 其中有 limitation 有太陽、有雨水、有種子 才能生 不過有多少點 才能生出果實 使用另一個比喻 就是開礦 假设那些矿是很淺的 一挖下去之后有金 这个就很像我们的祈祷 那些金正在等待你的 你一挖就有了 等待给你的 神的恩典准备给我们 这样我们就会有信心 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就不会说神很远很难得到 而是神有很多礼物 随时想送给我们 只要我们亲近祂 信教祂,遵从祂 第一是信靠 相信祂是最好的 有很多恩典的 第二是亲近和遵从 亲近就是看圣经祈祷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如何得到的恩典就是信靠 接着遵从祂活出神的 这个都是律法的 不过我是恩典推动律法 我再用一个比喻 就是当人在戀愛的时候 当那个女生说 她看着一件衣服 走过店铺 那个女生走过 哇,很漂亮 那男生立刻 哇,她很重要 她立刻趁她不知道 快点就可以买一个送给她 比如说 她不要说 哎呀,我今天又要破费了 又要买件衣服送给我女朋友 哎呀,真是 哎呀,用很多钱 她不会这么想 她说,哇,她今天收的花 她生的时候很高兴 她会有这个心态 这个就是避爱推动 但是当她结婚之后 她说 太太,你这么久都没有送衣服给我 哎呀,好吧好吧 我可以买件衣服给你送给你 那时候就是律法推动 因为她太太说她没有做 很多人信到耶稣就是律法推动 但是如果恩恋推动 神这么好 我做什么她都喜欢 那就会很自然 很喜欢她做 很乐意去做 亦都很享受她做 亦都是祝福人的 是很欢喜去做的 这样的时候 她心里面 就会很正面 对于生命不会正面 这个正面 就会取代负面的思想 恩恋就取代负面的思想 因为负面思想 多数是律法 多数是什么呢 我不够好 我要求要做些什么 神要求些什么 神都是要求的 不过神是先给了恩恋先的 我用个比喻 整个金山在这里给你 你只要开始挖 你一个信心一挖 就是金 那些金就是你的了 其实那些金是给我们的 只要你一有信心 你一呼求 那些礼物就给我们 这样的时候看 就会很正面 有困难 我曾经试过一个礼拜 但是有五个信息要说 五个都未预备 那时候有点急 但是我说 如果五个信息 我愈不预备 我一直急 哎呀醒醒 怎么预备 哎呀呀怎么写 我愈急的愈写不到 但是我愈急写不到 不如我就 集中做第一个先 不过 现在五个信息 我要写快一点 好了 写完第一个 只能够写完一个写第二个 神就教他一个道理 有很多东西做 我的只能做一样 现在轻轻轻做才做得到 这个就是正面思想 但是很多人就问 哎呀死了 哎呀 他们给我这么多东西做 怎么做得完 哎呀我做到快要瘋了 这些就是负面思想 我们知道自己负面思想 我们分辨到了 有什么做 那只能做一样 一样 那有时真的做不完 就告诉别人 我真的做不完 对不对 如果说到来说 就没法这样 没法说我做不完 最多说我预备得快一点 那有些东西 譬如 吃饭 譬如你要煮多少人吃 那你不能够吃 那你最多煮少一点 或者煮得简单一点 那就是总有办法简卷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 就会埋怨人 埋怨情况 又想起 哎呀 还有内疚 哎呀我真的做不到 人家做到我也做不到 哎呀我没有用 那这些又是负面的思想 其实圣经是充满正面思想 就是我们里面 就有很多这些负面思想 其实呢 当时我接触 都是很多时候会说 哎呀很难很难很难 那我的习惯呢 就是说 很难总有出路 神一定帮我 而力量的技术就永远是神 力量是神 但是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分裂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 今天我说了几件事 第一就是信心 相信神的恩典 很多礼物想给我们 第二就是 这个 如何胜过忧伤 烦恼 然后就是处理负面思想 那些负面的东西 很多人都赶紧了魔鬼 哎呀 是魔鬼搞得我这样 整天都烦恨 我又低沉 卖怨魔鬼 他就不需要做事 是魔鬼错 但其实很多时候 是我们错 所以被魔鬼留地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有什么责任 我们未负呢 我们就负责 亲人神就可以有力量了 我现在简单 又不是很简单 都不回应了这些问题 那还有没有人想问呢 是不是你想问 我再说一次 三件事主要是 一个就是 如何胜过小信 或者不信 如何有信心 第二就是如何胜过 负面情绪 有伤 伤害 低沉 然后如何处理内心的负面思想 负面思想的形容 这些主要是我们今天讲过的 OK 有没有问题想问呢 这些其实要做的 走出来 走出来 第一个是恩典 神在爱我 所以我不用担心 神在爱我 所以我可以正面 神在爱我 所以我是很贵的 这样永远都是神 好了 我今天要开始刻意处理 这样就很辛苦了 但是你说我珍惜我生命 于是我 不会浪费我生命 我是很珍惜我生命 所以我不会浪费我生命 我是出于神的爱 神爱我 所以我能够珍惜我生命 OK 有没有问题想问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稍后会有操练的时间 我们一起祈祷结束 好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主啊你真好 主耶稣你真好 因为你里面有封城的恩典 你有完美的恩典 你有完全的爱 有大能 你一定祝福我 你一定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有信心 神做事我放心 我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做人 因为神一定照顾我的 因为耶稣说 你的骗是容易 你的淡子是轻散 你帮助我们 在这一阵都放下烦恼重担 放下不开心 放下担心烦恼 在神面前有平均安静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在这一阵 神感动我 我想做一件事 就是用弹针 敬拜的方式 帮助大家得释放 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 就算你不懂弹针 你也可以唱